要不要娶 要不要嫁 不是沒人說了算 是我說了算 既我知道 政黨協商是今天就要做 要到下禮拜 藍白河拖過一天又一天 說好的政黨協商又要再延 科猴之間的旗艦端上台面 尤其時間點已經逼近底線 不滿柯文哲戰術性拖延 侯友宜更爆料 即使兩人見面 還是遭到當面已讀不回 甚至還被提出第三人選 而且不斷地提出新的人選 而傳出柯文哲屬意的其中一個人選 就正坐在侯友宜旁邊 你確定那個柯不是柯介民 是柯志恩 沒有 我沒有聽過 駁斥謠言不給柯正寅吃豆腐機會 至於阻隔權歸誰 恐怕得先看侯柯是否在同章選票上面 最後選票若喉咳有藝人單飛 恐怕藍白什麼合作 談得在上面 再多都沒有用 華視新聞 張鈺柯 學生前新北報導